自信里头 自然现象没有 精神现象没有 物质现象也没有 统统没有 但是他能够信一切现象 怎么信呢 众生有感 自信自然就信 成佛回归自信 那么换句话 成佛的人 跟一切众生 自然有感应他教 众生齐心动念 他知道 就是自信知道 自信什么都没有 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现在讲有机体 他能够受到感应 不但念头感应他知道 我们身体状况他知道 身体是物质 物质有波动现象 这个波动现象 他统统受到 所以我们身体状况 他一清二楚 所以能够得到他的价值 我们生命到了 我们生命到了 但是 我们有愿意 想替众生做点好事 绝对没有一丝好自私的理念头 他会把生命给你延长 不是我们自己 也没有要求承受 他自然延长 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现象 如果我们有求 这是我们意念的现象 我们有求 没有念头求的 属于自然 有念头求的 是意念的现象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自然产生的 自然产生物质 自然产生意念 意念产生物质 我们统统在这部经历里头 体会到了 所以这个经历 每一讲一遍 有心的发现 跟上一遍讲的不一样 并并不相同 字字句句 喊无量一言 只要你不起心 不懂念 你就会发现 自然就讲出来 不是你预备的 这个就是 今天的微妙之处 我认为你预备